广东队的三名水货被揪出 杜峰教练以及朱方宇更是回应了球迷的交易问题 不管是外援以及本土中锋都需要做出调整 新赛季广东队才能更好的争夺冠军 对于广东队来说到底怎么去调整呢 我们讨论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要探讨到广东队的三名水货 也就是广东队发挥比较低迷的球员 大家都知道一支球队有发挥好也有发挥不好的球员 那么广东队的这边到底谁的发挥最好 谁的发挥不好呢 首先第一位那就是被揪出的 也就是球队当中的张明慈 张明慈身高有2.13 跟一几年是一样的身高 并且张明慈的优势是00后的选手 他还很年轻很具备活力 但问题在于 尽管张明慈很年轻 但是他的体能状态不行 在大战当中面对着强队也打不出来 面对伤害对张明慈只有两分进战 确实非常的尴尬 对张明慈来说 杜丰教练是有给他机会的 只不过他没有珍惜 没有打出来而已 因此张明慈就沉默了大家 纷纷议论纷纷的对象 因为张明慈如此优秀的功底 如此优秀的球员 他没有打出来只能说怪自己 第二位张浩佳 张浩佳这名成员 上分球面中率过去是很高的 为什么现在打不出来呢 因为张明慈张浩佳两人不够努力 毕竟一几年自从退役之后 他一直要求年轻的队员 必须要刻苦努力奋斗 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 必须要保持高度的自律 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 两个张明慈以及张浩佳 两位成员 不管是投篮命中率 又或者是如今的拼近程度 没有刚出来的那回那么强大了 张明慈刚刚出道的时候 他上个赛季当场16分以上 那也是好几场有拿过这样的数据 但是现在的张明慈还有这样的数据吗 很少了 张浩佳同样的道理也是不够努力 而第三位被揪出的那就是广罗内的威姆斯 威姆斯这名外员 你别看他签约的年薪比较低 但是朱方宇签约年薪低的时候 他打不出来 哪怕你再低价 以及成本再低 发挥不出来作用 那一切都是徒劳 所以杜峰朱方宇才被呼吁更换外员 第二个方面 直到目前的杜峰朱方宇 分别透露出了球队的问题 而且也回应了球媒的交易问题 接下来在外员以及中风 都需要做出提升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 尤其是包括了输群洋溢 给到了杜峰一个建议 希望杜峰在内心方面得到补充 假设广东队在中风方面得不到加强 新赛季要争夺冠军 难度是不是很大 答案肯定是的 因为广东队大家都知道 内心方面的薄弱成为了上个赛季 输给广萨的关键 这个赛季广东队内心的问题 除了交易得到周期以外 还需要签约一名中风 不然广东队的中风问题得不到解决 也正如杜峰教练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其实也有给出过答案了 杜峰教练他也提到了 广东队的周期饱受伤病的困扰 而且广东队的赵徐宏过去也受伤了 现在他作为四肢球队 都选择放弃的球员 广东队把他签约过来 希望他能打出来 但结果很意外 还是打不出来 果扬 赵徐宏跟周期受到伤病的影响 使得中风方面受到巨大的打击 上个赛季的哈密尔顿 已经被广东队早早放弃了 广东队如果不签约一名外援的中风 真的很难打 周帆宇他也提到了 回应了不少球迷交易万元的问题 有人提到必须得交易马尚布鲁克斯或者沃特斯 但是周帆宇在他个人看来 他的交易没有任何问题 周帆宇觉得他签约威姆斯也好 留下了马尚布鲁克斯 还有签约了沃特斯 都是做了很成功的决定 但是在其他的球迷看来 周帆宇这样的决定做的并不妥 周帆宇其实更应该 把三名外援当中的一人给放弃掉 进而签约一名中风的外援 广东队需要的是内线 需要的是中风 而不是后卫或者前锋 广东队的后卫有徐杰 我们先已经过多了 另外 前锋线有杜仁旺 以及现在张浩等球员也很不错 唯独缺的是大中风 缺的是一间年的接班人 所以大家认为 广东队该不该交易 得到一名中风的外援 新赛季才能独怪 说说您的看法 您更看好哪个球队 谢谢大家 下期见